哎呀 历时了大概两个星期 我又回来开盒了 这次开的比较少 所以呢 就张着看吧 这个是确认款 我找人买的封面 我拿个剪刀 一会儿 油 斧 鸡 鸡 穴 佻脱 鸡 鸡 鸡 它是挺可愛的 这个我邮寄过来 因为是用不同的邮寄公司 跟之前的那只屁都不是同的公司 压成这个样子了 我也是醉了 看开完那就还是把它开了吧 这个是我跟别人买的 可能是人家送我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为什么是这个款呢 不明白 然后先看这个吧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这个是我在小红书上边 然后找了一个女生 因为我看到她拍那个款 我真的是贼可爱 然后我就问她在哪买 然后她就说她可以帮我带买 然后对她就把我带买了 先看这个吧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女生的盖娃 她改了个木神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木神是个雷 但是不知道我们这么多人都觉得是个雷 不是改完很可爱啊 说明这不是雷啊 那我就买了 她很便宜 这个改的娃 我花了125年娃带改 买过来的 这不是我自己的娃 我本来想把我的娃邮寄给她的 但是她不是那种专门接单的 然后就说她可以先把她的成品卖给我 成品是125 就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 其实我还有看到了一个雷神的改版 我想买那个雷神的 但是那个人不回我心情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两个是我最最期待的 青枝卡笔 这个是电影用还的 我好有点喜欢这一块 然后我就拜托 也是这个改娃的女生 她帮我去抽的 啊 太可爱了 这是海北 这个可以一样吗 看 这个柜子 是可以这么开的 啊 我觉得我以后要藏那种小小的 我保证什么都可以藏在里边 这个怎么放啊 我好像知道怎么放啊 但是我再把那个要怎么捏 捏上去 蛇捏上去 就用我捏乱更捏的好 我好像捏坏了 但是也可以接受 没关系 不过 不忍心不坏合逐但是没有办法 最喜欢的沙发款 我当时就是看到他拍这个沙发款 哎呦我哪一喜欢都不行 然后我就问他 真的一发就是很好玩 一发入魂 直接给我把这一款抽到了 我给他挪一个位置 这个小铲子 我先放在里面 超可爱 这个并不是盲盒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迪士尼的 对的这个是迪士尼的那种 里面有很多这些小玩具 特别可爱 这个图书是限量的 买来收藏比较好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今天的拆盒 就这些了 主要还是看这一天的 那就我们下次等一会 回到时候再见了 拜拜